这段第十八轮的比赛 是由武汉安心百分百俱乐部 对北京手段 这是双方的第一轮 大家看到刘诗文 他的第一场的对手是刘元 这场比赛是在武汉市体育馆进行的 那么今天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 我们还是请到了大满贯得主 邓亚平和我来一起分享 解说今天的比赛 刘诗文呢 他世界排名目前第二位刘诗文 今年是以最高的这个转会费 699万转会到武汉安心百分百俱乐部 刘诗文呢是数次获得世界杯女子单打的冠军 那么今年旅游奥运会它是获得了女子团体的冠军 好 1-5 1-5 1-5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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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郭雨晗是一位年轻选手 我们看到他的比赛并不多 前一段时间在卡塔尔的总决赛当中 丁宁呢是因为发烧退出了总决赛 那回到国内以后参加拼超联赛 他的这个身体情况肯定是对整个队伍的成绩有着很大的影响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派出的第一场是年轻的小将郭雨晗 第一局的比赛是11比2 确实还是有一些差距哈 是 而且对于这个小将来讲 好像整体来讲好像没有感觉对得上这个速度 连速度还没有跟上呢 更不要说这个技战术的打法 整体好像还完全没有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大赛这样的一个 紧张的一个状态里头 我们呢一般来讲呢 在准备大的比赛要提前预热 而且要让自己提前兴奋起来 显然感觉着这个小将呢 在上场之前也许是不是太紧张了 还是说今天没有准备的太充分 但给我感觉不够兴奋 上场不够兴奋 整个速度没有跟上 因为相对来讲刘世文的特点呢 是速度比较快 节奏很快 那么对于这个小将来讲的话呢 他应该呢 首先是能够跟得上这个速度 同时呢 因为年轻 他才更加有 应该有锋芒才对 那么从第一局情况来看呢 还没有看到 看看第二局 是不是能够有所好转 刘世文的特点 主要他个子不高 但是他速度特别快 速度很快 他力量不是很大 但是突然性还可以 对 老有正反手小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但整个今天就是这个牙 让我们来讲这个牙没高上 这个没接上火 这两个人 就是这个年轻的队员 显然好像这个 完全跟不上 这个速度完全跟不上 因为这个郭雨晗呢 他今年只有16岁 2000年出生的 他年轻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 可能北京首钢 主要是用他的年轻选手出场 好 这一个人 好 这个人 好 好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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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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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那武汉这个队伍 安新百分百俱乐部呢 它是筹建 组建了两年的队伍 这个队伍是去年 平朝联赛的亚军 我们看到现场 还是有很多球迷朋友 来观看这场比赛 那么今天的比赛 因为武汉市主场 武汉引进了刘诗文 还有他的武汉籍的运动员 冯亚兰 今年也转会到了 武汉安新百分百俱乐部 那是 solved 看起来今天武汉的官队还是很热情 观众还是上座率很高的 现在刘世伦还是要迅速地发动自己的状态 因为第一局可能小将还没有完全投入这样邓雅萍说的 但是刘世伦现在想轻易得分也不太容易 感觉最后我们是会稍微有点松 因为对手显得稍微弱了一点以后 我感觉他这会打得稍微有点松 两方的整取实力的还是有相当的悬殊的 但是对于这个年轻的运动员来讲 就是应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很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 以及怎么样对世界顶级的高手 用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而且这么一边倒 因为今天是武汉的主场 一边倒肯定是观众是这个 绝对地支持这个主场的队员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年轻的队员的 这种心理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但同时也是很好的一种锻炼 磨炼自己怎么样这种抗压的能力下 仍然能够正常地发挥出他的水平 然后我觉得应该来讲 这个郭雨昕 郭雨晗应该来讲 好像比这个水平应该再高一点 否则的话我认为北京队不会把他排出来 是的 但从目前前两局情况来看的话 好像没有发挥他平常的水平 应该再好一点 还可以再好一点 这个球是完全 激发球完全是送给对手在进攻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心理压力过大了以后 造成了这个手法直接的这种变形 这个年轻人员员我觉得像今天这样的机会 虽然水平呢有差距 但是要努力地去发挥自己 抓住什么呢 暴冷的机会 水平差距大 但是也是能够暴冷最好的一个时机 最重要的从这前两局来看 包括现在和刚刚这份球 总是感觉刘诗文的球 都顶到他脑门上了 基本上 你看他这个 郭雨晗 基本上这个球全部顶到他 他身上或顶到他胎子上 他根本没有击球的时间 所以他总是感觉这个球很顶很顶 所以这就是高水平的运动员的质量 每一拍球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对年轻的运动员 这是最好的锻炼 非常漂亮 这个球 好 那边 北京首钢是卫冕冠军 曾经多次获得平朝联赛的冠军 曾经也是大门冠军丁宁领钱 但今年这平朝联赛 他目前的排名近四强 可能性已经几乎没有了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对于北京首钢来讲 对于他本身这个队伍来讲 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名次上的一些 更多的锻炼队伍 所以他怕出年轻的队员出来 没错 但对于其他的几个队伍来讲 北京首钢的这场胜利 或者失利 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 要博出来 对 年轻人就是要敢打 敢搏 因为你有什么包袱呢 对于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来讲 对吧 你没有任何的包袱 所以就是放手一搏 把平常的水平 尽量地发挥出来 到目前为止 郭雨晗没有让我看出 他有什么样明显的特点 和明显的得分手段 这个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他可以说技术权没有这么全面 但他必须非常有明显的特点 他才可能给对方造成威胁 但从目前来讲 打相吃 他打不过刘诗文 没刘诗文的速度快 质量没有他高 还没有前三把 所以这个球他就很难赢 一年快乐 急上针 抛 Wij1000台 抛台 只要针 抛餐 抛在 右崑 抛 UK 抛博 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